好那我們就開始這個主要的topic 就是網路的一些基本跟http 那開始任何的網路的這個介紹之前 大家就會看一個這個東西 某同學對這個網路上單位 有點這個搞不清楚 我們網路上面談的單位 第一個都是bit 而不是byte 硬碟上才是byte 硬碟或是電腦上面是談byte 網路上是bit 所以這幾個大家就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從kilo,mega,giga,tera 我們現在儲存的到tera peta,extra 那往負的話有mini 那這幾個東西大家 你有一個概念 然後呢 網路上都是bit 所以在傳輸上2mega 2mega的這個adsl 那是2mega的bit per second 那有的同學你在pdd上面 或在很多地方都說 我用2mega的 我用8mega的 我用10mega的 那為什麼我傳一個檔案 才要傳的那麼慢 因為它是bit的 你在這個 你傳輸的資料的時候呢 你是用byte當作單位嘛 所以這個最基本的這個概念要有了 那在網路裡面 這個除了知道單位以外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 就是協定 或者在計算機概念裡面 大家都會 都學過協定這個東西 protocol 這個東西一定都學過 協定是什麼呢 協定就是 我講的話能夠聽得懂 你講的話我能夠聽得懂 那就是個協定 但網路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那平常我在講話的時候是 兩個人 我講同樣的語言 對 我都講國語台語 或講任何的語言 英語法語日語 那你們兩個人聽得懂 那就可以溝通了 網路上面 如果說一個TCP TCP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的重點是HTTP 那兩台電腦之間 他們要溝通 像比如說你連到網頁 你這樣打算一個網址 你不是直接連上去的 事實上你下面 先會做一個所謂的 什麼 3-way handshaking 就三方的這個 這個 三個動作 那 是 其實還不止三個動作 很多的動作 在這個transport layer裡面 有三個動作 這個TCP 你再打一個網址 先 你的網址 還沒有送出去 先 電腦跟電腦之間 先做一個request 再一個response 然後呢 才 說我要抓什麼樣的一個檔案 HML檔案要抓回來 才第三個動作裡面 所以前面已經來回兩次了 在電腦之間 這個就是protocol 事實上這是HTTP 它之前要先做的事情 就先做了一些 先做了這些事情 我才能夠 再做 就是說 我們才完成了一個 初步的這個連結的溝通 那 所以protocol這個東西 在網路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看 就是HTTP protocol 現在網路上的traffic 九成以上是HTTP protocol 不管你在看什麼 甚至你要 你在看YouTube 你要在看 這個 HTTP 當然它也有用到其他protocol 但HTTP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透過瀏覽器的 全部都是HTTP 都HTTP的protocol 所以HTTP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 主要要介紹那個 那 在網路上面 有各種不同的 應用 這個 也快十年以前的投影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比如說 各種Internet Appliance Internet上面的這種家電 烤麵包機裡面 你插下去以後 就連上網路的 今天的氣象報告 就在你的 你的麵包上面 呈現出來 焦的部分 今天是多雲 今天是太陽 這個 也非常多的 這個有很多故事 我想我想 因為不是網路客 我沒有時間跟大家介紹 這一類的 這大概有很多 很多 你現在可以看到的 或者在很多年以前 有的都已經有了 那這個 我今天暑假去了一趟 那個四伯 是上海那個 但是25年以前 我有去過另外一個四伯 在日本的 日本的一個四伯 其實這20多年來 我覺得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最大的變化 是在Internet 就是在25年前 那個四伯裡面 看到的那些東西 其實跟現在看到 在25年前也都有 就有了 那只是 現在Internet 以前那種東西 只能我特別做一個東西 很難實現到 每一個人的手上 現在呢 我可以很廣泛的實現 我現在要虛擬實境 我現在要擴充實境 我現在要3D的 我要到每一個人手上 我現在要 我用我的手機 做很多的事情 像我用我的手機 訂披薩 我要用手機做任何事情 以前很難做到 現在呢 因為上面 最上面都是網際網路 然後最上面都是瀏覽器 所以變得很容易了 甚至於看到監視器 你現在看到到處都有監視器 對不對 監視器裡面是什麼東西 很多地方 我們今天教室可沒有 很多學校 到我們西藏有 監視器裡面 很多監視器裡面 擺的就是 一個Web Server 跟一個Web Browser 你不知道有那個東西 其實它裡面就是 它傳資料的時候 所以很多很多監視器裡面 都已經擺 所以這個 因為它是用軟體來做 網路的服務 所以在Web上面的 Web已經變得 很多通信裡面 最基礎的 當然網路下面還有很多層次 等一下我們馬上看 所以很多東西 都是 都在Web上面 那在網路的架構裡面 我們要如果 簡單要分網路的話呢 就網路的邊緣 跟網路的核心 網路邊緣的話是什麼 網路邊緣上 我有電話 我有手機 我有各種 各種Device 我剛才說 有監視器 那都是網路邊緣的 我游游卡 也是網路邊緣 在Network Edge上面的 那網路核心呢 所以網路邊緣 這兩個的溝通 那網路核心就是中間的 中間你要經過 經過了很多的router 經過很多設備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peer-to-peer 你要做BT下載 或emmule的下載 那是peer-to-peer的 點對點之間的 這個溝通 我想這個大家 如果沒有概念的話 記蓋再去翻一翻 這個 到網路課程裡面 會講的更多 因為我們要進到 主要是我們要介紹HDP 我簡單的很快的 跟大家review一下 因為網路很複雜 所以 有那麼多protocol 所以像我們在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 搭飛機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坐飛機出去 那你看 進入一個櫃檯 一個ticket櫃檯 航空公司櫃檯 在桃園機場 或是在 蘇丹機場 那你可以去買票 或是已經買票 那 那這個 然後 然後 到行李 行李 行李 走到那個機門 然後到跑道 然後 最後 你的 airline airplane routing 經過不同的飛航管制區 走走走走 走到 到達目的地 airline routing 回到達目的地 通常在中間都是 autopilot 這種到 到目的地以後 再 下降跑道 再來到gate 然後再去抓行李 這樣子 那這樣子 中間 其實你在這個桃園機場 做很多事情 可是呢 你對方的那個 到達目的地 你到達 比如東京機場 這個 陳田機場 雨田機場 那你看他的行李看什麼 他不管你在這個機場 他做行李的 的那個 行李部門 他只看 你在桃園機場 行李的那個 那個標籤 他看到行李 只看行李的標籤 該送到這裡 該送到哪裡去 那 那這個 所以 你在這裡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會切成很多個步驟 也可以 你說切成很多Lail 也可以 網路上也是一樣 用這個Lail 來 來把這個 複雜的東西 變簡單一點 有低階的 有高階的 所以Protocol Protocol的概念 就這樣來的 Internet Protocol 呢 大概有 Physical的 Link的 Network 一般來講 你們在 網路計算器蓋裡 都學過7-Lail的 Protocol 但是Internet的 Protocol 不是7-Lail 7-Lail是 OSI的 Protocol 7層的 Internet Protocol 我們簡單來分5層 5層最上面的是 像FTP SMTP HTP 或者是你在上 謠言站 或是PPT PTT 上面的 你用 不管用什麼 用什麼東西上 那上面是一個 Telnet Protocol Telnet是 Application 我們現在關係的是 透過瀏覽是 HTTP 所以那都是 Application-Lail Protocol 再下面一層是 Transport-Lail Protocol Transport-Lail是 host-to-host 就是 從這一端到那一端 這裡面兩個最重要的 一個是 TCP 一個是UDP 我們 HTTP的下層是 TCP TTP跟UDP的不同 我想 去網路的時候再詳細的會談 我們後面也會談一點 但是 我這裡 我有一年在教 網路必修課 比較少教 但前幾年現在的大 現在大事我也沒教 現在 現在研一的 他那一屆 我有上過一般的網路 那也是 所有的 那個影片 都有 在YouTube上面 如果有訊息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review一下 什麼叫TCP 什麼叫UDP 然後再下面 Network layer 是IP TTP 就是 TCP是Transport IP是Network layer 這投影片 都有在網路上 Link layer 就是網路卡 Ethernet 或者是Wi-Fi 我現在手機上面有Wi-Fi 對不對 手機上面的802.11 那這個 11有好多種 那些都是有線或無線的 那是Link layer 最下面的是Physics layer 所以基本上在 如果Internet protocol的話 分成這麼多個 layer 那這些都基本常識 一般來講 這個在 如果這些清楚的話很好 如果這些不清楚的話 其實這個在高中 因為你們高中的那個 因為考大學 所以這個高中的計算機 都沒有好好的上 那高中的資訊課本裡面 都有這些東西都有 只是中文的而已 這個 所以這個 你們 我想 欸 很像高中的 基概又沒上 其實這些東西在 以前 在這個高中的 標準的資訊課本裡面 這些東西都在裡面 可以 提醒大家一下 那 那 我剛才講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七個 layer 不是這五個 layer 那跟七個 layer的對照 我這就不一一的介紹了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 因為我們重要的那個HEP 還是要 還是要介紹的 那 那HEP 是我們最關心的 我剛才說 Telnet是上BBS的 這個 SMTP呢 Email FTP是做檔案傳輸的 這是application layer 那TCP跟UDP 這兩個東西 那TCP主要是 建立一個 就是 就是 我從我的瀏覽器 到那個 伺服器端 我們會建立一個 可靠的連結 就我們 我們要傳這個東西 我們建立一個可靠的連結 那什麼叫可靠的連結 就是我先傳 我利用TCP來傳的時候 我宣傳的資料 我就先到 你那個 後傳的資料 就是後到 就是先傳先到 中間如果 因為中間網路很亂 中間有一堆router 中間可能有一堆設備 那router是怎麼樣 實際上 我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是 我們在這個 transport layer 我傳給你 傳給我 我們是這樣看 中間實際上 是經過了這些環境 那是不是走一定的路徑呢 它不一定走同樣的路徑 它不一定走同樣的路徑 所以有所謂router 它可能是IP的話 它可以 這個 這個風包走這裡 那個風包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路徑 那走來走去 會不會有調 當然會有調 router是很不負責任的 它當它自己受不了的時候 它要幹嘛 網路跟馬路的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馬路你塞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等它慢慢的 慢慢的 等於導通 對不對 塞車了 一定要等它慢慢通 網路要塞車的時候怎麼辦 router會怎麼做 丟掉了 它就把你資料丟掉 它不管你 它不會讓你塞在這裡 因為我塞不下 我記憶體就這麼多 它就把你丟掉了 所以 所以在它的下層是一個不可靠的 所以在網路的層次 這是一個不可靠的 都會丟掉 可是我們希望呢 在這個層次 transport layer裡面 能夠有一個 先傳先到 後傳後到 那這個就是TCP 這個就是所謂TCP 就先傳先到 那實際上有沒有那麼好 實際上沒有那麼好 實際上沒有那麼好 實際上在IP這個層次 那些router 它可能會把你們都丟掉 那如果說你不要 你想要 你不管它 丟掉就算了 那就叫 那就是UDP 你說我一定希望先傳先到 後傳後到 那TCP幫你做什麼事情 TCP這個層次 通常在作業系統裡面 它幫你 調的東西 它幫你check順序 如果調了以後 它幫你編號 順序調了 順序先傳的後到 後傳的先到 它幫你排重組 然後它幫你做這些 這些流量管制 它做很多事情 它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做好以後 所以我在HDP上面看到的 你不會看到 中間傳過來的風包會前後交雜 那你會應用成 你會受不了 對不對 所以TCP它幫你做好這些事情 所以TCP會怎麼樣 跟UDP相比 它會比較慢 那UDP做什麼事情呢 UDP它不做 那個IP風包傳給它什麼樣子 它就怎麼樣傳給應用 你說你不做 那我一定要用TCP嘛 對不對 那TCP看起來比較好 它幫我做好很多事情 那雖然下面 你傳的 傳的是這個亂七八糟的 可是 你幫我 UDP幫我重整好 重整好不是沒有代價的 它比較慢 它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如果是譬如說 如果是多媒體的話 或是我在看看影片的話 那你用UDP傳的會好很多 為什麼 你影片它中間已經快要不連續了 已經Delay了 你一些很前面傳的東西 我還在幫你重組 才做 那要Delay的更嚴重 所以像影片多媒體 常常我們會用 喜歡用UDP 還有一些比較 像網路管理 那些動作 我們常常喜歡用這個UDP 而不用這個TCP 所以這個是 Application layer跟Transport layer 下面還有很多 我就不談了 那我們現在關係的HTEP 它下面是TCP 好這TCP就是先傳的一定先到 後傳的一定後到 那我們下面的網路 那些怎麼樣的routing 我們不管了 那修網路課之後再說吧 好那 我們一個資料 從application 從source 傳到design 從瀏覽器 或者我寄一個email 送到別人的信箱裡面 那怎麼做呢 或是從瀏覽器 去抓別人的網頁 我在上面是一個 我打一個網址 其實上面那個網址 你這個application layer 我們等一下會看HTEP的message 長什麼樣 那 那我的瀏覽器會幫我 加上一個頭 變成一個所謂HTEP的message 我打的網址 只是這個message裡面的一部分 加上 它會把它加上一些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再詳細看HTEP 然後傳到了這個 TCP的時候呢 TCP它會幫我加上一些東西 其實